大家好,欢迎来到好谷团,我是团长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筹码分布的基本形态和一些应用方法 今天我们来讲筹码分布与主力行为 筹码分布的一个重要作用 它是用来侦查和判断主力的行为 可以说从诞生的那一天起 筹码分布的各种技术指标就是为了 捕捉庄家和设计的 这是他们非常的贴近现实 贴近我们交易中去寻找主力的动向 筹码分布反映的是市场事实 并不能区分主力的筹码和散户的筹码 因而我们需要研究诸一套 在筹码分布中识别主力仓位的方法 这个呢就是我们本集要重点讨论的主题 下方这张图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筹码转换移动的这个全过程 这是股价的轨迹 高位的套牢盘 股价呢沿着轨迹下跌 高位套牢盘割落 庄家进场 吸筹 吸筹完了之后呢 进行洗盘 然后在低位充分换手 最后拉伸 最后在高位呢充分换手 出货 最后下跌 所以他通过的是呢 高位的换手 再到低位换手 最后再到高位换手 筹码呢完成了一个周期的轮动 对于主力的吸筹呢 吸筹呢 是主力介入一个股票的第一个实质性的动作 当然要在吸筹之前呢 主力需要做非常细致的调研和其他各种准备工作 这些工作呢 一般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进行的 或者一旦消息泄露呢 散户们会和主力呢 争夺地位筹码 这个是主力呢 最不愿意看到 但是呢 只要是大规模的吸筹 主力呢 很难做到不留痕迹 总有一部分中小投资者的 进货的成本呢 跟主力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跟装盘 而 只要这些跟装盘的规模呢 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呢 主力是可以承受的 但如果呢 跟装的资金太多 主力有可能就弃装 因为很难去 带动大量的底部筹码去上涨 那么后面会 遭遇大量的破压盘 所以主力是不愿意去做的 那么主力会在什么位置吸筹呢 很简单 肯定是低位去 不会在高位去吸筹 那么 会选择什么样的时机吸筹呢 熊市期间 或者 市场大跌期间 判断一只股票呢 是否有主力正在吸筹 要看这只股票 对散户有没有吸引力 如果 这只股票呢 在扮演大众亲人的角色 那么主力就不可能大规模建成 也就是它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股票 并不是冷门股票 对吧 我们知道一些做装的一些股票 很多都是非常冷门的 没有很多投资 散户投资在里面 相反如果这个股票经常 出现在媒体中 被大家所熟知 那么 单股的做装资金 是很难去大规模进场 还有一点就是 并不是 所有的所谓的 低价位的股票 或者是散户不要的个股 主力就会去做 判断某只股票 是否是主力正在吸筹呢 还是需要 很多证据去 评判 首先呢 我们要来讲一下 这个主力吸筹的 K线特征 第一种呢 就是慢牛的趋势 主力的吸筹呢 改变了一支股票的供求关系 这使了一支股票 在下跌动能呢 被完全的抵消 股价呢 呈现缓慢上扬的格局 那我们来看这边 对吧 股价呢 沿着均线 最后在这边 形成了多头排列 慢慢的上去 非常的明显 几乎呢 它没有任何的下跌的动能 在均线位置呢 都形成了非常有效的支撑 走得非常平滑 那么这是猪肋股 对吧 第二种呢 就是牛腔胸短 有时候一支股票的股价呢 被缓慢推高后呢 忽然这支股票迅速下跌 那随后股价呢 这低位重新开始 又缓慢上升 从盘面上看呢 我们会发现这种 锯齿样的K线组合 这种K线呢 我们可以叫它牛腔胸短 这是主力呢 打压吸筹的痕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上涨 然后突然来了一个大跌 那我们看 这边大跌还是缩量的 对吧 它是缩量大跌 很明显的吸盘 最后股价慢慢没有上去 这也是一种 主力吸筹的一种K线特征 第三种呢 就是挖坑形态 谈到主力的这个打压吸筹呢 很多看盘高手 都能读得懂的一种 被称为挖坑的K线形态 所谓挖坑呢 它是一个非常形象化的说法 它是指股价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横盘之后呢 股价突然向下破位 将横盘的箱体呢 打破 我们可以看 但随后呢 股价又被向上拉起 回到原先的这个箱体内部 这个走势呢 就在盘面上呢 划出一个坑 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 主力吸筹的一个形态 通过挖坑的手法 让很多散户下车 那么第四种呢 就是股价的次低位 窄幅横盘 次低位呢 是比近一段时间 最低的股价 高20%到30%的价位 这个位置呢 在中线上看呢 是比较低的位置 但是从短线上看 它又是相对高的位置 所以次低位指的是中线 我们可以看这边 之前呢 它是在这边 对吧 形成了两个探底 最后呢 叫这边的股价呢 出现了一个次低位的横盘 然后再挖坑 然后再上扬 那这种股票出现 很多股票 专股都是这样做上去的 通过次低位的横盘 最后再去挖坑 最后呢股价上扬 这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 阻力吸筹的K线特征 那我们这边刚刚讲了 阻力的一般在低位去 吸筹 对吧 那么什么是低位呢 阻力呢 它在高位出货后呢 至少要等股价呢 下跌 六个跌停板 就百分之五六十的总跌幅 你才会考虑到 再次进货的问题 所以在以后谈到低位的时候呢 至少自前期高点 下跌了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就是腰斩 只有到达这么一定的幅度呢 那么才会为未来的这个拉伸呢 提供足够的空间 我们知道跌一半 跌百分之五十要涨一倍 才能回到原来的股价 对吧 阻力的这个低位温和吸筹呢 一般都会引发筹码的低位密集 因而呢 筹码分布的低位密集呢 是阻力低位温和吸筹的这个明显标志 我们不应该在主力刚刚温和吸筹的时候入场 对于这个类的股票呢 我们应该可以发现两次 或者多次呢 主力明显的吸筹标志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大致估计呢 主力的吸筹量 再判断 主力吸筹量已经不小的时候入场 比刚刚发现主力吸筹的特征 就迫比期待买进要好得多 这是更为严格跟保险的操作计划 要等到可以确认呢 主力的高度控盘 再考虑入场 这个时候入场呢 你的获利呢 应该是大概率的事情 如果你在主力刚刚吸筹就进场 如果你资金规模很大 你很有可能会惊动主力 让主力误以为有人呢 跟他抢筹码 那么这样主力很有可能放弃操盘 或者故意打压 吸你走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干扰主力的这个操盘行为 那么去判断主力的吸筹呢 仅有筹码的这个低位密集 这个技术指标呢 它是不够的 需要更多的依据 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呢 是在筹码的密集过程中可以找到 牛肠熊短或者次低位窄幅横盘 这两种指标 还有我们刚刚上一节课讲到的这个双风填骨啊 也是主力低位温和吸筹的这个技术特征之一 需要强调的是呢 同样是低位温和吸筹 其低位和温和的程度呢 也是有差别的 有次低位横盘 双风填骨 是低位温和吸筹中比较 积极和乐烈的图形 相比之下呢 慢流走势呢 和牛肠熊短呢 则温和的多 那么在主力这个 吸头的另一种方法呢 我们来再讲一下 叫通吃呢 套牢密集区 这种做法需要富有力度和激情 通常是主力呢 大力拉抬股价 又是前期的这个套牢盘抛出 而且呢 是你卖多少我买多少 所谓通吃嘛 看样子通吃呢 反复是呢 造单负账没商量 其实是主力呢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呢 比较有效的 收集到了想要的筹码 筹码分布的 上的这个套牢密集区呢 是增强股票的最佳区 在一般情况下 股价穿越套牢密集区呢 会引发大量的这个节套抛压 主力也可以 因此呢 获得大量的市场筹码 于是呢 主力通过穿越这个 套牢密集区来完成建仓 这就是主力呢 通吃套牢密集区 进行吸筹的这个市场益 因为很多投资者 刚一解套就会想卖 所以呢 当很多股票的压力位 基本都是在 筹码密集的这个套牢区 那么主力呢 想要大规模建仓呢 可以这么去做 尤其呢 在熊市的这个大盘背景下呢 股价放量穿越 筹码密集区 这就是主力通吃 套牢密集区的技术特征 在这里呢 大盘背景相当重要 因为在牛市中 我们也经常能看到 股价到密集区的放量穿越 但这种放量很有可能是 主力的对岛 弄不好是要上当的 所以呢 这个在熊市中的背景下呢 更为有效 那么以上 几点呢 我们总结一下 它是我们一件 比较常见的阻力吸筹 和识别阻力吸筹的方法 但俗话说呢 道高一识 魔高一丈 阻力的吸筹呢 其实是没有 一定之规的 它有千变万化的 都要组合的去使用 但是呢 大家只需要理解一个原理 与其说呢 监测阻力 道布罗说呢 是监测散户 因为 阻力吸纳的筹码是散户的 什么时候散户 乐于把股票抛出来 那么散户的出货对象 就是阻力 比如说 逆势飘红 在这种风险下 商务不敢买股票 那么把股价推上去的 这些成交量 那么就几乎没有例外 是阻力正在进场 也就是那些逆势的股票 我们在市场大跌的时候 最容易发现 有些股票它是逆势的 它有拉伯有盘的形象 对吧 盘中有机构的托单 等等 这种逆势的 必然都是阻力的行为 好 本节课呢 内容呢 到此全部结束 我们下一节呢 会讲 阻力的 仓位估算 感谢大家关注 好股团 我是团长 我们下节课 再见 然后再这样 Aquarius 仓位传算